距离NBA中国赛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NBA中国赛上海战球场外的世博清点广场上 搭建完成的赞助商临时展台已进行拆除工作 10月9日中午中心社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少工作人员正在拆除已经搭建完成的椅凳 据了解赞助商临时展台也将一并拆除 而部分保健人员正在对现场已拆除的场地区域进行清洁工作 我觉得我们昨天晚上收到通知 然后今天找到哪里拆 在NBA总裁萧华第一次表态后 央视体育频道于10月8日发表声明称 决定立即暂停NBA赛时转播安排 并立即排查涉及NBA的一切合作交流 截至目前NBA中国公布的25个官方合作伙伴中 至少9个公开声明终止合作 而宣布终止或终止或暂停与NBA的相关合作的中国企业 已经达到14家 据了解NBA中国赛在上海较大的活动有两场 分别是10月9日晚举行的2019NBA球迷之夜和10月10日举行的NBA上海赛 对此NBA上海赛工作人员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10月9日下午2点19分上海市体育总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鉴于NBA联盟所属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日前发表的不当言论和NBA总裁萧华的不当表态 原定于10月9日18点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办的2019NBA球迷之夜球迷互动活动予以取消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